获得一些线索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一个任务 叫做美食伪装者 本轮游戏三组嘉宾 分为试吃组和观察组 进行两两对决 试吃组在试吃的三份菜品中 会有一份的味道 与其他两份不同 观察组通过观察试吃组的反应 如果能成功指出 吃到不同菜品的成员 则观察组获得一分 反之则试吃组获得一分 率先猜对的获胜 喝个唱青给智商冲个纸 加油 我需要的 那我也冲一个吧 第一轮由王凯组试吃 为大勋组观察 他们三位试吃的是一种辣椒 有两位试吃的是不辣的青椒 而其中一位试吃的是一种很辣的青椒 你要根据他的表情来区分 谁吃到的是特别辣的 我能吃辣 你会又不让你吃辣 来我们按照顺序从小张哥这边开始 好 反正演技演个的 要吃完 要吃完 全部全部吃完 不用吧 也没多少 也才五根 才五根 这钱吃完有演技也逃不住 这会最紧张 辣 辣 辣 一会哭了 眼泛泪光 海哥不太能吃辣吧 可以 咱先吃一个我看看 面不改色 凯特辣吗 改豆子辣 凯特吃好香啊 在这儿 加速了 有点不辣 凯哥这个事辣的 长痛不如短痛 对 来宋依 好轻松啊这个吃的 宋依现在眼眼睛有泪光了 有戏 有戏 好 现在试吃组的 三位都吃完了 请观察组 仔细地思考一下 给出一个答案 我说凯哥应该吃的是不辣的 他一看就是不辣的 岳父是辣的吧 岳父是辣的 岳父是辣的 真狠 你看辣的那个狠劲 岳父刚刚悄悄地 把手放在了肚子上 决定了吗 听你的剪 听你的剪 你先说一个 你先说一个 不辣的那个 也辣的那个 也都辣了 都辣 都辣 也辣的一块 给你们一点提示 我觉得宋依 我觉得宋依是辣的 你们没有这资格 没有这资格 凯哥辣吗 这玩意儿太难了 想喝水吗 不给反应了 他露馅儿 就凯哥是辣的 你说凯哥是辣的是吧 那就不选凯哥拍出来 我们要给出一个错误答案 他们俩就选一个 他们俩就选一个 简言说是凯哥 我们俩说是岳父 那就选宋依 咱给出一个答案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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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选凯哥 到底他们选择对不对 来我们请吃到 小米椒的嘉宾齐力 他们选的是我吗 是啊 起不来 好辣 这个真的好辣 应该选宋依呢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你能吃饱吗 我一般 你来吧 湖北女孩 舔一下食 可以吗 眼泪都辣出来了 下回你先选 下回你先选 这不选我的朋友 你先选什么